一邊記錄災情 一邊接受陳情電話 在隨即驅車探視受災戶 台東刺濟人楊東升 從尼伯特颱風走後 腳步就沒停過 仿視都是要用同理心 我們就是用站在對方的角度 這樣子去看 後續上面我們當然就會去 注意他後續復原的狀況 如果說真的是需要 我們刺濟人再協助的話 我們當然會在一步用死 就是再把他提報 認為自己義不容辭的 還有這群慈濟助學生 我覺得這是很好一件事 就是把人家給我的愛心 我再傳出去 就是像是一般 你如果有聖水 你把裡面的乾的地獄 打開去那裡 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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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災當前挺身而出當志工 關懷受災民眾 可是不分年齡層 自己的家園這樣 一步一步的重建起來 我相信我們這樣看了很感動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 多多少少幫助他一點點 從來沒有遇到過 所以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經過這次災難 我相信有練過了 可能會更對我們人生裡面 所有的一切 會比較有那個坦然的心 就是用平常心去面對 同理心 平常心 此刻台灣人都與台東同在 臺灣新聞 接下來的 臺東報導 臺灣新聞 接下來的 臺東報導 當然 講團 我們在看 特別感動的 今年